本分局建於新興毒品逐漸泛淡 成為時下年輕人在KTV、豪華農舍 甚至旅店住信烘扒使用 使用過量致死,實有所為 夷安縣政府及警察局詹局長 對查氣新興毒品工作極為重視 羅東分局在分局長吳嘉旭指示下 即成立專案小組全力來查氣 本分局專案小組成員在去年底結合先報 一名駐於羅東正,陳姓男子 在去年3月被本分局查獲混毒糞裝廠後 仍不知悔悟,重操毒液 四處兜售混而行毒品 本分局經過長期蒐證 蒐證期前調查完畢 昨天遲搜索票到陳賢住處 附近執行搜索,當場在陳賢身上 請貨混二級毒品沒片 總共97片,還有凱他命12包 另外在現場附近,林興犯賢身上 搜索查獲混二、三級毒品咖啡包 總共81包及凱他命3包 另外在陳賢隨身包包內 查扣販毒所的新台幣5萬元 全案一,違反毒品危害防治條例 以送宜蘭地檢署來偵辦 全案 contactedlesia目兩萬元 二 бр房 就在櫃子iyor ei 如果是 ali面 通乱